朕昨日听说 你们当中有人做早朝失一手 你可以以革职为名了 回老家种地去吧 谁要想搂着婆娘到五经 就把婆娘先休了 再来当官 你就是朱元璋啊 都是活不下去了 才造反的 我也当过要犯和尚 你不就是东乡的重疤吗 可是 犯在你手里 你饶个谁啊 拖下去 斩 拖下去 斩 将丁四忠 翁京正 胡顺华三人 凌池处死 一齐三足 将姚能玉处抽长刑 一齐三足 朕会见到一个杀一个 朕要杀尽天下贪官 将寒夺处剥皮轩草刑 一齐三足 今后凡是贪末之官 不论轻重 一律判以死刑 绝不宽戴 以上是由李力群扮演的朱元璋 洪武年间 朱元璋整肃立志 不以余力 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速谈法令 但朱元璋的形象 少了一些脾气和匪气 也不像草莽出身的皇帝 这就是2010年由一众大碗明星主演的电视剧《红武大案》 这是2006年由陈宝国出演的朱元璋 开局朱元璋就是大帅 陈宝国演技虽然不错 但相对于皮和匪貌似还差了一点 一个名垂青史的帝王 一番苦难传奇的蛻变 一段难以评说的历史 昔日的放牛娃不到40岁 用了15年时间扫荡了群雄 推翻了园庭 开创了长达280年的大明王朝 朱元璋从乞丐参加义军南整北战 一步步走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最终在浦阳湖大战中消灭了陈有良创建明朝 同样是2006年由胡军饰演的朱元璋 身上自在了一种草莽英雄的匪气 给人一种天生的霸气 凭着精湛的演技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祝崇八 上成天道 下射人心 极为开源 赤风天下 老子已经说过 不准 但是小僧已经答应这位施主了 三整辈子总共遭遇过23次生死之险 十次来自援军却有13次来自家阵营 他从马夫做起 面对已生至高位的昔日小兄弟 流露出非同一般的王者霸气 骗客公府便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能屈能伸 真爱大丈夫 经过多年打拼 在金陵登基称帝后 咱就是朕 朕就是咱 后世之君一律只能称朕不能称咱 因为外世乾坤只能有一个朱元璋 朱元璋称帝后 曾经的淳朴善良 早已抛之脑后 成为冷学多疑的人 可是即便如此 他对待法妻麻皇后 也是一直尊敬和爱戴的 看到这一刻 相信无数观众都会维持流下眼泪 他舍不得妻子离开 不相信妻子的离开 那种感受 表情 被胡军演绎的淋漓尽致 就连冯晓宁导演看完这段后 都忍不住擦擦眼泪 滚出去 滚 他只想跟妹子好好说说话 滚出去 你能死啊 他死了 他怎么能死 你死了 你死了 咱就打败 而另一面 回了稳固统治 他又对发小许答 痛下杀手 冷学的让人发颤 许他此生 他接连喝了两坛子共酒 吃了一只烧鹅 夜里被用大发口吐鲜血 天亮时许命 总得有人先走一步 你去 到许爷爷领前归着吧 生效三天 江山社稷朝纲全树 如梦如幻 富贵功名 上下臣服 刘伯温死后 在遗书中这样评价朱元璋的一生 陈独呆以为先皇之政 稀有如下四大遗憾 其一 刚毕雄差 陈预料 诸多功臣熏旧 必死于先皇之前 其二 言行俊法 其三 立志太科 其四 藩王可律 如今 先王子寺 遍布大明各省 日后 雍兵自重 避之祸乱 对于帝王来讲 世上纵失有千万条道路 唯图没有退路 作为帝王 必须昂首挺胸 亦网无前 正是因为 刚毕雄差 严刑俊法 才把那些交兵汉将 顽略凶暴 贪官无礼全都扒了下来了 晚年祝元璋 凶残无比 一次曾对画师说 如果你稍有浮夸 或者不识的话 咱诛你九族 这就是真实的 朱元璋在宅心人后与凶残交诈之间 来回无征兆的切换 红武三十一年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驾崩 明孝礼 是朱元璋 一生的终点 神道弯曲延伸着 两侧的石刻 石寿 石人 线条是浊朴而凝重 一如这个明帝国开创者的 不依风格 他要的是威严秩序 是臣服 明孝陵肃募的气质 告诉人们 在这里安息的 是一个 非同一般的地方 此山明太祖之墓 七个大字 口气向极了朱元璋 一六八四年东 请康熙皇帝南群到达金陵 来到孝陵 三十岁的玄业 命令随从朱臣 在文武方外下马 极其千功的 由旁边的勇道进入 表示对朱元璋的 绝对的敬意 绝对的虔诚 到他的宝城前头 就是他的末的前头 行三位九后大帝 近万名江南富老 看到清帝 如此谦卑的败迹效林 他们热泪盈眶 泪水里 康熙完成了对江南汉族地主 及其知识分子的统战 康熙亲笔提写 智龙唐宋碑文 朱元璋的功劳超过了唐太宗 宋太祖 明孝陵的这块碑 是两个男人之间 相隔两个朝代 三百多年后的 一次饱含意味的旨意 今后本频道要解读欣赏 各种版本的朱元璋 如您感兴趣 敬请订阅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收听